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今天這場課目的講座 科學教育中心的主任 一台生意主任因為今天要開會 所以就由我這邊帶一主任來主持今天這個開場 我其實很好奇想先問一下 在座是同學 你是中央大學的學生的可不可以舉手 好 謝謝 所以沒有舉手 應該就是我們的同仁、成員 或者是可能有一些附近的民眾 非常歡迎你們來 今天我們這個講座其實是相當有趣 這是科學教育中心跟我們科教中心 一起合辦的一個科目講座 過去已經就是講得到幾場 那我想請教一下 您今天是第一次來參加這個科目講座的 就是我們這個系列講座 您今天第一次來的各位去的什麼 好 謝謝 謝謝 歡迎親朋友也恭喜你們 因為今天這場是非常精彩 好 多精彩 我們剛剛在場部的時候 大家應該也有看到 就是東西洋洋沙沙的 很多連我都沒有看過 我跟邱老師一起去的 好 那今天我們的這一位講者 是廠坑大學的邱韻如教授 邱老師在科普界非常的有名 然後他也寫了很多的文章 在他的網站上面都可以找得到 那邱老師的網站這邊有寫了 柔直支這個網站 上面有非常多相關的資料 那今天的主題呢 是Galileo 就是 是Galileo的同學 Galileo先生 所以我們幾乎把中央大學 圖書館所有跟 咖哩略相關的書 全部借出來了 我們自己去借的時候 據說很多書好像十年沒有人借過 我猜好不是我們的學生 不念書了 是網路上現在都有非常豐富的資料 直接看邱老師的文章 根本就不用借這個圖書館的書 不過我們還是借來給大家參考 那今天的主題當然就是 一個義大利科學之旅 然後我們的主角是Galileo 也就是Galileo 那為什麼念Galileo 當然邱老師也會講 那我們以最熱的掌聲 歡迎我們邱韻如教授 好 大家好 好 最近都流行穿樂劇嘛 所以三月的時候 我跟朱老師一起穿樂 就穿到 自己想看 義大利去了 我想去義大利已經想非常非常久了 終於三月的時候成型了 那有去過義大利的舉手 欸 一位 還有 這邊也有 好 那想去義大利的舉手 有想去的 你都很吸引人對不對 你想去義大利做什麼 你想去義大利做什麼 去看看就是體驗一下不一樣的東西 體驗一下不一樣的東西 有沒有具體一點 你想去義大利追什麼 奇妙的建築 奇妙的建築 還有呢 你們去義大利追什麼 信仰 信仰 還有呢 如果一般人去義大利會想要看什麼 畫家 畫家 還有呢 地中海 還有呢 那個塔 那個塔 還有呢 你們 沒有人要去看名牌 帥哥 帥哥 追我的偶像 好 那去義大利之前 因為我已經做好很久的準備 因為很久前就很想去了 所以我也看了很多電影 我只是隨便舉了四部 托斯卡尼 你還要看過幾首 這麼少人來 這不真的很好看 我看到的時候還不曉得 托斯卡尼在什麼地方 我後來才知道 來 比薩附近 威尼斯 比薩附近那個地方 那個就是佛倫斯比薩附近的地方 就是托斯卡尼 托斯卡尼地區 來這個 朱利亞摩托茲茲的這個 佛寶寺不叫犯導案 Eat Pray No 不是犯導案 OK 那他也跑去意大利玩 對不對 那這個大家應該知道吧 這個是羅馬嫁齊 不知道的舉手 好 這部很老的片子非常好看 那公主非常漂亮 來 那這一部是叫做第一千金 由歐洲 這部很好看 因為那個千金到處亂跑 那個演美國總統的女兒 到處亂跑 然後隨乎就追著她 然後就在意大利的 威尼斯非常的浪漫 好 那 那你們手上的那個文章 這是我意大利回來的時候寫的 那有這兩篇文章 今天主要講的其實都是follow這篇文章寫的東西 那其實我去意大利 其實除了 我去意大利雷爾之後還追了兩個人 一個叫米開朗基羅跟達文西 不過他們兩個不是今天的主角 所以我們只是給他帶過去 米開朗基羅都在那邊 加利雷爾都在這一邊 好 那今天早上的報紙有沒有人看到 我今天早上吃早餐的時候就看到報紙上有這個 那米開朗基羅要來了 真是在國北施 他把他的那個 我以為是米開朗基羅日的 原來是他有的作品叫做日 然後他們把他弄過來 說明年的四月會展出 那我們今天講的那個順序 會從加利雷爾從出生到他過世的這個順序 從他一生的這個順序過來講 那地圖你們手上都有了對不對 那 來 畫紅色的是佛羅倫斯 那 徐志摩把他叫菲仁翠 因為義大利發音叫菲仁翠 那我習慣叫佛羅倫斯就把他叫佛羅倫斯 紅色的是佛羅倫斯 那藍色的是比薩 還有威尼斯 比薩威尼斯有看到 綠色的是羅馬 那你大概知道一下他們的關係 從羅馬坐那個最快的火車 叫歐洲之星到佛羅倫斯大概一個半小時 那我們從佛羅倫斯 我們那時候在佛羅倫斯住了五個晚上 五個晚上 那這五個晚上除了開會之外 我們剩下的時間就到處去辦訪、參訪 那到佛羅倫斯到威尼斯坐火車 大概要兩個小時 所以我們是當日來回 那去比薩的話坐火車大概一個小時 我們也是當天來回 好 那我們接下去要去義大利了 來我們先看這個部分 錢來了 你看這上面多帥啊 不過現在已經沒有用這個錢了 這是以前的里拉 現在的那個歐元 一塊錢的歐元上面有達維希的 不是達維希啦 達維希的那個作品 那個那個是什麼人 好 來那我們先從比薩開始 這個剛剛有人講說那個塔對不對 那比薩呢 錢利略出生在比薩 然後大概同年的時候就回到佛羅倫斯 他的家族是住在佛羅倫斯 然後他念大學的時候也是到比薩大學 念完之後找了幾年的工作 後來又到比薩大學去當老師 所以比薩他在那邊過的時間還蠻長的 那我們那天從佛羅倫斯早上搭火車 就搭了大概一個小時的火車 就到比薩的火車站 那從火車站出去 我們是沿著這樣走 這樣走 那這條河叫阿諾河 這條河在佛羅倫斯也是這條河 然後河就流到這邊來了 我們就經過這樣子走 經過比薩大學然後到比薩歇斯堂 大概就是這樣走路 大概是20到半個小時 那這就是那個比薩的火車站 OK 那這個就是我們去比薩做的火車 這是火車在裡面 那我們你看在火車站 還在很努力的做功課 那這個解析度不是很好 因為我們直接從文章上面copy 就貼上去了 好 那這個就是剛剛講的那條阿諾河 那阿諾河旁邊有一個很漂亮 很特別的那個教堂 我們那時候後來很趕也沒有進去 後來回來查了之後才發現這個教堂 他裡面收藏了一根那個 耶穌受難的時候的一根頭上的一根荊棘 所以叫荊棘教堂 那我們因為沒有進去 只拍了他的那個照片 好 那我們就我剛不是說我們就火車站這樣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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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大概20到30分鐘 就走到一個市集 那市集賣來都很奇奇怪怪很好玩的東西 然後往前看就看到在這裡 到了 到了 OK 這邊是講那個一個博物館的一個廣告 好 到了 好 現在你就一定要做這個動作了 好 那這個動作很辛苦 我跟你說 我們回來之後還被我們另外一個好朋友 就還批評說 你們推得不夠用力 你知道我們照得多辛苦才照出這樣 尤其那個攝影師更新 我躺在地上 這樣子拍 左邊一點 左邊一點 右邊一點 才能拍出這樣的照片 當然也拍的還不是很好 所以我想下次有一空再去重拍一次 好 那我們到了比善之後 先登斜塔 那個斜塔它開放有一定的時間 譬如說一個小時只有多少人可以進去 所以去那邊要先登記 所以我們排到11點的班 然後15塊錢歐元 1歐元是 現在多少? 3738左右 用四值比較好算 3738左右 15歐元就上去了 所以11點輪到我們了 我們就這樣上去 來 上去 爬到第五層 1 2 3 4 5 這一層 第五層 第五層可以上去 繞一圈 繞一圈之後 再繼續往上爬 OK 非常值得 然後我們就給它爬到最上面了 數了一下 我很認真的數樓梯 總共爬了296階 好 這就是最上面 從最上面往下拍的 OK 那爬上去之後因為太high了 就沒有做那個實驗 因爲我怕在那邊做的那個實驗之後 被義大利警察扣留了 就回不來了 所以我還是沒有做那個實驗 因爲聽說有人已經去做過了 一個哈佛科學史的教授 聽說他在那邊做過這個實驗 所以我們就不用再做了 來 那這個比薩斜塔 它的功用其實它是鐘塔 所以它上面有四個鐘 這是其中的兩個鐘 因爲很大 就是這樣 它就是鐘塔而已 那麼在上面就吹風 很得意的 終於來了 然後就下來了 好 那這個比薩斜塔 它總共蓋了177年 歐東很多建築都蓋非常的久 它中間有經過戰爭 然後就是蓋來蓋 蓋了很久 而且它蓋的時候剛開始好像是往這邊彎 然後你知道在那個地方 它們的那個泥土是比較濕軟的 所以塔是斜的其實沒什麼了不起 所以他們建築是是這樣 你蓋往那邊彎 我就往旁邊修正 所以本來是這樣彎 後來就往那邊修正 後來才變成這樣子 所以它有一點點banana的樣子 OK 總共蓋了一 中間還遇到戰亂 所以還好那個塔沒有被轟掉 那在比薩地區呢 聽說有非常多的塔 我是看discovery的 不過我去比薩就只看到這麼一個塔 沒有看到別的塔就是了 好 那在1990到2001年這10年的期間 比薩鞋塔是封閉的 還好我們不是那時候去 那它就是想辦法讓它不要再傾斜下去 封閉完了之後 2001年開放之後 它開始進行美白工程 所以我看到的比薩鞋塔非常的白 比我想像中還要白很多 就這麼白 特別帶了一座大座的 再大就帶不回來了 就這麼白 全部都是大理石 在裡面也是大理石 爬樓梯上去都是大理石 摸起來就冰冰冷冷的 真的是非常的白 後來才知道這麼辛苦做了美白的工程 好 花了八年三個月 真的是不簡單 好 那我們再開一點 誒 花族到哪去了 其實世界上比比薩鞋塔斜的塔有沒有 它是不是最斜的 有一些塔號稱它比比薩鞋塔還斜 但是 管它是什麼塔 反正沒人記得 最有名的還是它 好 那比薩鞋塔從蓋到現在大概八百年 Galileo從它那個年代到現在大概四百年 OK 這個歷史是時間堆積出來的 好 那我從以前 我是學物理的嘛 所以從以前對比薩鞋塔就非常的嚮往 所以我很年輕的時候就已經跟比薩鞋塔合照過了 你知道這張在哪嗎? 小人國 小人國 這張是我最得意的 跟比薩鞋塔合照的照片 現在就覺得那沒什麼 當時可是很高興了 好 那我有一天我不小心找到我以前的簡報 我覺得我以前實在是太過於了不起了 你看1998年的簡報被我撿起來了 2000年的簡報也被我撿起來了 然後它那個完成落成的時候 2000年的簡報也被我撿起來了 後來發現實在是太了不起了 你就知道我多麼嚮往比薩鞋塔 好 那這一張是2010年的聯合報的照片 你在幹嘛? 義大利的學生們在示威 抗議大學學費太貴 就在比薩鞋塔那邊示威 好 那我看過這個Discovery的影片 這個影片其實應該很容易看得到 現在99塊就可以買得到了 這影片告訴你說比薩鞋塔為什麼是寫的 什麼時候開始寫 然後怎麼去解決它會導的問題 科學家提了很多很多各種方案 那這商園寫的問題那個Discovery裡面都有告訴你答案 所以我就不告訴你答案了 就經過戰亂 然後經過又停工然後又整修之類的 答案自己去看 好 那這是我的學生 他在2008年8月的時候去了一趟義大利 然後就拍了比薩鞋塔回來 我說你怎麼沒有做那個動作 他說老師做什麼動作 我就說這一個動作啊 他說我不知道他完全沒有那個準備就去了 就去那晃了一下就回來 就給我拍了一張夜的照片回來了 然後就拍了一個這樣子的工程回來 我現在才知道這個工程在做什麼 美白工程 我們今年三月去真的運氣很好 因為義大利的很多古蹟都已經沒有那個圍梨了 在之前去的很多都這個在修復那個在修復 很多你看人家拍的照片都是很多圍梨的 我們今年去都沒有了 所以運氣非常的好 所以你看我學生看到的比薩鞋塔是長這樣 你看我們運氣有多好 好 這張是網路上撿來的 好 那這也是2009年的時候 我們就去了一家餐廳 在台中大坑叫紫箱網餐廳 你看這兩個人就把塔給推歪了 然後有大塔、中塔、小塔 我今天把他帶小塔來後來忘記了 加大太多了 這個塔沒帶是紙座的 這個是在平原裡面 所以不怕下雨 還不錯有機會可以去看 裡面還有巴黎鐵塔也有 好 那這個學生就把塔往這邊推 我就把他擋回去 這是在2009年9月的時候 這時候在幹嘛 中任紀念堂 有沒有人去參加這個活動 孫維新的活動在中任紀念堂 這個活動很棒很漂亮 好 那我們現在離開比賽 要回到佛羅倫斯 坐火車大概一個小時回到佛羅倫斯 那個蓋雷歐11歲的時候 從比薩哥回到佛羅倫斯居住 所以他一生絕道部分的時間都在佛羅倫斯 所以這是他的故鄉 佛羅倫斯是文藝復興發展的地方 最近那個中國怪人又來了對不對 中國怪人 好 沒聽過 那是法國的 不過這次來的是英文版 裡面有一條歌就是大時代 什麼大時代的那條歌 就唱那個那個文藝復興的時候 那文藝復興他是在這個托斯卡尼 就是佛倫斯比薩這個附近叫做托斯卡尼 那裡面有一個很偉大的人物 叫做米開朗基羅 OK 那蓋雷歐跟米開朗基羅有一個關係 是什麼關係呢 來 看到告訴我 上面有寫 來 你說 米開朗基羅過世了兩個小時之後 蓋雷歐誕生了 因為都在佛羅倫斯 所以有人就說蓋雷歐是繼承了 米開朗基羅的那個靈魂 OK 好 那這個城市因為這個麥迪奇家族的關係 就鼓勵那個文藝 鼓勵藝術 所以造成那個文藝復興 所以這個家族在那個地方非常的重要 麥迪奇家族 那這個城市叫做百花盛開的一個城市 跟花有關係 這佛羅倫斯就是指那個百花盛開的意思 好 好 到了佛羅倫斯就一定要去他們這個百花盛開的教堂 叫做百花大教堂 好 教堂非常的漂亮 那這個屋頂是 等一下作者會出來 來 這就是我跟朱老師拍的 證明我們有去過 好 那這個教堂呢 非常的漂亮 來 蓋園底的人是他 好 那個在教堂內部的設計是他 OK 那這兩個人的雕像就在這個教堂 這個正面牆的對面 OK 所以他就遠遠望著他的園頂 在義大利我覺得最漂亮是他的每個雕像都非常的美 然後他那衣服的皺褶 他的神情都非常的棒 所以這兩個人很厲害 那這個米開朗基羅就覺得說 他設計的這個教堂的園頂非常非常漂亮 米開朗基羅後來設計的那個 聖彼得大教堂的那個園頂 但是他自己還是自探不如 覺得這個比較漂亮 他故鄉當然漂亮 好 這是他的內部 因為非常的大 非常高 所以拍照片只能分兩節 這邊上面拍一拍 下面拍一拍 那這一個園頂 這剛那個漂亮的那個園頂可以爬上去 所以我們就買了票給他爬上去 來 爬上去的時候 爬到這裡可以在這邊繞一圈 這邊繞一圈 在這邊繞一圈之後就咔嚓拍照 那這邊解析度不是很好 這個照片看起來他非常的立體 他是平面的 但是他們的那個作畫的技巧 看起來非常的立體 非常的漂亮 這種一定要你自己去親自去看 好 然後我們就在這邊繞了一大圈之後 再繼續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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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個洞 爬上去 就爬到那個屋頂的上面 好 上去啦 很漂亮 我們朱老師也很high 因為他終於爬上去了 好 這非常的漂亮 這在最上面拍的 然後這下面就是佛羅倫斯的那個景觀 OK 那爬那個東西有多辛苦 這個真的要聞人才會形容 那這一段話是余光宗寫的 余光宗他也爬過這個百花大教堂 不過他寫的這一段是小燕塔的 他到大陸去 然後他要去爬那個小燕塔 結果人家不給他爬 說你太老了 不可以爬 然後余光宗說怎麼可以呢 我那個佛羅倫斯我都爬過 怎麼可以不給我爬小燕塔呢 所以他就請那個不給他爬的那個人說 你先陪我爬三層 你看如果我可以的話 就讓我爬上去 所以他看他爬了三層 還不錯 所以就讓他爬上去了 你看他形容 一層比一層的內壁緊縮 縮緊 到了十層以上 裡面的空間變逼人欲勝 由不得登高克不縮頭縮緊 收肘拱腰 謙卑起來 這文人就把這種形容得非常好 OK 那我們再看照片 你可以想像嗎 看一下照片 就這樣轉轉轉 轉上去 然後非常的窄 非常的窄 所以我們那個大背包都不能上去 OK 然後又很暗又很窄 這個相機拍得不好 這真的很窄 看起來有點快 真的很窄 又很抖 就這樣整個給他爬上去 所以非常的有成就感 OK 好 爬完頂了 現在要去威尼斯了 好 從佛羅倫斯坐火車到威尼斯 大概兩個小時的車程 然後到了威尼斯之後 下了火車站之後 就不能再坐車了 沒有車了 只有船 要他就走路 所以那個威尼斯裡面沒有車 OK 好 這個是威尼斯最高的建築 那這個建築呢 有什麼跟蓋勒有什麼關係呢? 蓋勒他發明了望遠鏡 看了天空 之後要展示他的望遠鏡 第一次展示望遠鏡就在這個地方 欸 為什麼是在威尼斯? 為什麼不是在比薩? 因為他那時候住在那附近 好 來 這是威尼斯的地圖 來 這一張地圖是在梵蒂岡國務館裡面的 地圖是拍下來的 梵蒂岡國務館是你去的話 一定要去的地方 它裡面其中有一間叫地圖室 有非常非常多的地圖 是其中一個地圖 威尼斯的地圖 威尼斯最有名就是這一條大運河 所以我們火車站大概就在這個地方 下來之後可以坐船 這邊就到聖馬可廣場 那也可以走路 然後這邊還有很多其他小島 那個船會這樣開來開去的 你可以在你要下船的地方下船 那說到梵蒂岡 我們就先跳去梵蒂岡看一下 梵蒂岡博物館 看完之後一定要經過這個 鑽鑽鑽的樓梯 你看多美 值得去吧 非常值得 這個樓梯是這樣漂亮 這是非常非常漂亮 那裡面的內容更漂亮 這是結束之後給你的獎品 好 來 我們回去威尼斯 到威尼斯的碼頭下船 下船下來之後就只能坐船或走路了 來 威尼斯最有名的就是這個狗狗 有沒有坐過 有沒有坐過 有坐 我也沒在這邊坐過 因為我們的時間不夠 我是在澳門的威尼斯人坐過 當時就覺得好浪漫喔 然後到了威尼斯之後覺得 澳門那真的是太小了 不夠看 OK 好 好 這個我拍的不是很清楚 那上面有一對新人正在結婚 OK 然後我們都很high 他也很high 這個是威尼斯最有名的橋 威尼斯不只一座橋 有很多橋 不過你如果沒去過的話 就以為坐這座橋 然後橋非常的多 這是其中一座 威尼斯我們叫運河道 就叫聖馬可廣場 那這個聖馬可廣場 這個教堂是聖馬可教堂 非常的漂亮 那這個鐘塔就在這個教堂的對面 OK 那這個教堂的風格 跟義大利的許多教堂風格完全不一樣 這是敗戰頂風格 好 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這邊就是在講聖馬可的故事 OK 那我們到了那邊之後 因為已經過了中午了 然後肚子非常的餓 我們朱老師就說 我們一定要坐下來 好好的給他吃一頓 我們就坐下來好好的給他吃了一頓 就在這個廣場上面 你看吃什麼 你看這個開水跟餅乾 我們就好幸福了 真的很好吃 因為太餓了 然後太陽又很大 我們就坐在那邊 哇 看著風景 在那邊吃 非常的幸福 然後他有這麼帥的 威頭伴舞服務 發生什麼事情 淹水了 什麼時候淹的 你們都沒有住 因為你們沒有去那裡 你看 剛剛我跟朱老師 才坐在這裡 看到沒 看到沒 我們兩個才坐在這邊 你看 現在淹水了 同個地方吧 對不對 你看看這個教堂多美 裡面可以進去看 這真的很美 我擔心在教堂裡面東西都被毀了 淹成這樣 來 什麼時候淹的 2012年11月12號 八天前 托斯卡尼 那個地區大淹水 那個地區大淹水 淹得非常的嚴重 真是非常的誇張 還好我不是這時候去 要不然那算比基尼就在那裡了 看了好心疼 那我剛剛說 為什麼他是在威尼斯展示他的那個望遠鏡 因為卡尼雷歐他從比薩大學離開 他在比薩大學教了幾年 之後他就找工作 後來就去威尼斯附近的帕布雅大學 他在帕布雅大學總共待了18年 這是蓋利歐一生中最幸福快樂的18年 他在那邊認識一個女孩子 然後沒有結婚 但是生了三個小孩 聽說那個時候的學者要保持單身的狀態 所以比較有 比較像個學者 卡其代威尼斯並沒有跟他老婆住在一起 他是放假的時候才過去威尼斯找他老婆 他是住在帕布雅 帕布雅跟威尼斯大概離13公里 他就在那個時候他發明了望遠鏡 所以1609年 他聽說有人 荷蘭人 有做這樣的東西 然後他就自己動手磨鏡子 OK 就做了望遠鏡 這一張照片就是你看到書上很多都會講 這是他做的望遠鏡 最早做的望遠鏡 其實我也看不太懂 為什麼要這個這個這個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好像說裡面有透鏡還是什麼的 等一下我們去博物館會看到他 好 那從現在往回推大概400年 這是1609年 2009年的時候 台灣辦了很多活動 其實全球都有這個活動叫全球天文年 有沒有參加過 都沒有 來不及等500年吧 好 這邊有活動 然後有音樂劇的表演 OK 還有人演《Galilayum》 後面有唱歌表演 這是我們孫文鑫老師的作品 好 那後來還到高雄也去演 然後還有很多展覽 都是2009年的時候的很多活動 我們運氣很好都有參加到那個活動 好 那我們再回到這個1609年的威尼斯 來 那他Galilayum把望遠鏡做出來之後 因為他在威尼斯他為了要紅 所以他就把威尼斯的議員們通通都叫來 展示他的望遠鏡的功能 所以我們就爬到那個塔上面去 那個塔有多高呢?98.5公尺 比賽前塔多高? 比賽前塔大概是54公尺 所以這個98.5公尺就更高 高有什麼好處? 可以看到遠方的船隻 據說他們那個時候 他們在威尼斯的那個鐘塔上面 看到遠方的船隻 兩個小時之後 眼睛才看到那個船 OK 所以這個東西就有軍事的用途 所以那時候威尼斯的卡都亞大學 馬上給他加薪 讓他留在那裡 馬上幫他加薪 希望他留在那邊 威尼斯人都對他很稱讚 然後這件事情就傳到了世界很多的地方 就是有一個佛羅倫斯人 對不對?在威尼斯展示的一個東西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 來,這是這個塔 1609年他把望遠鏡做出來 做出來之後 人家做的望遠鏡都馬是看隔壁的美女 對不對? 可是我們加薇雷歐是打望遠鏡 對著天上的美女看 天上的美女 就發現天上的 我們看到美女 就美女的臉還坑坑巴巴的 他觀測了很多的月亮 他就把他一筆一筆畫下來 因為那時候沒有相機 這就是他畫的 這是我們的戰利品 這是他的原稿 他畫的月亮 他除了看月亮之外 他還看金星 金星 月有陰晴圓缺 他 他有發現金星也有陰晴圓缺 什麼意思? 就是金星呢 他的形狀也會變來變去 跟月亮一樣 OK 好 那望遠鏡才看得到 他還看到木星的衛星 最近晚上可以看到木星 有沒有人看到? 最近晚上大概 這一兩個月 大概晚上九點以後 你出去看的話 往東方的天空看 因為他大概那個時候才是上來 很亮很亮很亮 那顆星就是木星了 超亮的 我以為是騎腳踏車看 我以為是飛機了 因為我走他也跟著走 就會停下來 他就不走了 我就把我的手機對上去一看 那個手機有個軟體叫星空軟體 知不知道? 有人問我說 老師你怎麼知道那個是木星呢? 好 我說因為我手機會告訴我 我們幫他做個廣告 我們幫他做個廣告 不是打卡 有一個Google天象圖 這是免費的不用錢的 你就看到天上很多星星很亮 不曉得他是誰 你就給他 沒有沒有這不用網路 來看到沒 現在的星空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這個不用錢的 這是現在對上去的星空 OK 所以下雨天也可以看 那你再往下看的話 就是南半球的星空 我朋友跟我講說 自從有了這個之後 他們天文老師都快失業了 因為有這個 就不需要天文學家了 對不對 因為這個軟體是不用錢的 叫Google天象 Google天象 我這一對木星 就知道他是木星了 然後他就把他寫成一本書 那本書在這裡 你看我們的徐光愷老師 把他翻譯成中文本 這裡 這本書裡面 等一下會給你們看 我把他拍下來了 他寫的這本書 就把他觀測的季徒寫下來 Galileo是佛倫斯人 所以他一心一想回到故鄉 所以他寫了這本書之後 他把那個木星有四顆衛星 把他獻給他那個地區叫托斯卡尼 獻給托斯卡尼大公 因為他們大公他們家剛好有四個兒子 所以一人一顆 你看多慘媚啊 然後這個大公就很高興 他就給他了一個很好的工作 叫做錢多士少離家境 就說你回來吧 就讓他回到托斯卡尼來 然後就不用教書 只要做研究 而且還給你經費 讓你做 還給你經費 那個研製望遠鏡 所以他就風風光光的回到了佛倫斯 那他把這個四顆星 把他叫做 Cosimo Cosimo之星 這大公他們的名字叫Cosimo Cosimo跟這個宇宙其實蠻像的 不過後來還是把他被叫做 麥迪奇之星 現在你去查都找不到這個了 都看到就是Garineo衛星 這個就是這本書上 都翻開來的其中一頁 就是他寫的這本書 這是原文的 這是翻譯的 中文翻譯 1610年大概三月左右出版 在威尼寺出版 所以因為這本書讓他一炮而紅 大家都知道他 1610年記起來 來 現在看到多少年 1615年 才差五年 這本書是哪裡來的書呢? 中國的古書 這本書叫做天問略 是一個叫做楊瑪諾的一個 耶穌會教士寫的 那1615年他已經 這個楊瑪諾他1611年 他1601年之前就已經離開葡萄牙 先到印度 然後到澳門傳教 1611年進入廣州 他在1615年的時候寫了這本書 你看李嘉莉諾 那個才五年 你就知道他多厲害 全世界都知道 來 我把這個書 這裡面寫的東西 把他打出來 好 他就說 最近西洋有一個很厲害的人 看了日月星辰 然後這個東西可以看六十里遠 那麼遠 池之望月則千倍大於長 觀金星大四月 其光亦或消或載 無異於月輪也 這是我剛剛講的 金星也有陰景圓缺 觀土星則其行如上圖 圓如積軟 兩側既而小 兩小星 這個 畫在這裡 你知道嗎 我兒子小時候有一次 我們剛好有個活動去觀星 然後就看到土星 我兒子一看到土星之後 你知道他第一句話講什麼嗎 TOYOTA 那是我車上的TOYOTA 你就知道他多像TOYOTA OK 就是這樣 這兩個是 黏在上圓的 觀木星其四為橫有四小星 周行盛極 或此東而比西 或此西而比東 或距東距西 OK 就是那四顆 有的一下子在東在西 然後跑來跑去 就是這個意思 好 然後這邊講銀河 好 最後 待此即至中國之日 而後祥言其妙又免 所以忘記 那時候還沒有走到中國 那時候已經在船上了 好 還沒到 OK 那這一個船教士 他為什麼那麼了解 GALLEO的東西 好 因為GALLEO跟那些陳教士都非常熟 在義大利 那個耶穌會的那些教士 他們是精通數學 精通天文 所以GALLEO發現這些東西的時候 那些教士們都知道 教徒還問那些教士 GALLEO到底講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這些教士們跟GALLEO其實都是很好的朋友 OK 所以他的東西很快就傳到中國來了 好 好 那GALLEO是不是第一個看 用望眼鏡看樂的人呢? 答案在這邊文章裡面你們自己看 好 不過就算他不是第一個 也沒什麼那個 因為他最厲害 別人名字都沒有人記得 好 這是他畫的月亮 好 那這個是這一本《星際性史書》裡面的幾頁 就是他畫的月亮 其中的幾頁 OK 那這一個是我學費中秋節拍的 你看是不是長得很像 所以那時候的科學家就要很仔細的 把他看到的東西畫下來 那說到這裡 GALLEO有幾本很有名的書 第一本就是我們剛剛講的《星際性史》 1610年 另外1632年就是《對話》 《對話》有兩本 這個叫《天文對話》 這本叫做《科學對話》 這本是在他臨終前才寫完的 這本就是害他後來被審判、被軟禁 好 這三本對話 那義大利文是不太一樣 不過英文都一樣 有沒有看過這本書 看過舉手 沒有 來趕快去借吧 你看被看得這麼破了 有沒有看過他的電影 也沒有 《天水摩根》 丹布朗的 丹布朗有沒有聽過 有他一本更有名的書叫做 《達文西密碼》 OK 那這一本是在達文西密碼之前寫的 而且是號稱這件事 他這本裡面寫的事情是發生在 達文西密碼那本書的事情的前一年 男主角還是那個藍燈 OK 我當時會買這一本 第一個是因為我看到丹布朗 我就很喜歡了 第二個我打開他的前面兩頁 然後我還沒搞清楚他在想什麼 就看到羅馬的地圖 然後我就買了 你知道我一直想去義大利 我就買了 買回來之後一看 哇 裡面講的都是《達文西密碼》 所以我就把這本書叫做《達文西密碼》 我覺得叫《天水摩根》也不太好 叫《達文西密碼》 裡面講的背景就是物理 還有《達文西密碼》 還有《達文西密碼》 那這裡面有很多東西可以追 那邊書上還有 有一個叫張國立的 他都追到那裡去了 張國立是他老婆叫趙薇 《天水與魔鬼大現場》 他就看到那本書 都追到義大利去了 那這裡面除了《達文西密碼》之外 還介紹一個很棒的藝術家叫貝里尼 今天不是我們主角 所以我們就沒有講他 那這本書介紹非常的多 順便看這本好了 這本叫《開始到義大利看藝術》 我在看《天水與魔鬼》的時候 我就買了這本書了 結果這次去義大利還不錯 還有用到 這個《天水與魔鬼》裡面 小說就是他裡面的事情不是真的 不過他的每一個片段都是真的 然後把它拼湊起來就變成故事 這是小說 他裡面提到有三本對話 切利略有三本書 是丹布朗說的 叫做D1、D2、D3 我知道他只有兩本 第三本哪來的呢? 丹布朗說 第三本是手寫的 然後在演電影的時候 他要把他從裡面撕了一頁下來 然後去找密碼 然後密碼 這邊有沒有寫 就根據這句話 然後去找密碼去追 然後去拯救被抓假的那些書記主教 那裡面的那個第三本其實是他虛構的 然後我看了電影之後 我才發現電影 電影裡面的道具 他翻了這一本書 他說叫做圖解 裡面就有這個圖 代表什麼意思 丹布朗寫這本書 他把第三本就當作是整本 因為他的道具就是畫這個圖 這個圖是怎麼知道的? 月亮 OK 這個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2009年11月 我去義大利之前 好 那個NASA他們去想知道說 月球上面有沒有水 聽說有水 他們就用一個飛行器去撞月球 然後啪呀 就很多灰塵就跑出來 然後呢 就去收集那個灰塵 然後就說他上面有水 OK 那 有沒有知道這件事? 只有他知道 你們都沒有像我那麼關心月亮 因為我怕他把月亮撞壞了 結果撞完之後呢 他說他們發現的水呢 足夠洗澡之用 就是5公升 洗一次就沒了 然後呢 就有人呢 就把他們開到的照片呢 把他PO到往上去 那這個照片呢 這一個小塊呢 把它放大變成這樣子 網友說 裡面有一張詭異冷笑的人臉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在這裡對不對 好 我再把它放大 因為看不太清楚 再給它放大 看到沒 看到這個人臉是誰 就他呀 你看像不像 那個網友看不出來 我一看就知道是 卡拉利爾躲在哪裡 是不是抽象的 所以他找到去月亮上面去了 在那邊看著我們 你看像不像 你說 真的很像對不對 好 來這個是星際戲史這本書裡面 卡拉利爾他要看木星 然後每天做紀錄 然後他就這樣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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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紀錄下來 從1月7號看到3月2號 除了下雨天之外 他總共記了65張圖 科學家不是那麼好當的 很辛苦沒那晚上觀測對不對 好 那 然後才能寫出這本書來 OK 在那個時候 有小星星照著木星轉 是不是很稀奇的事情 開玩笑 地球那個時候是宇宙的中心 所有的星都要繞地球轉 對不對 怎麼可以有星星繞木星轉 那簡直是大祕不到 這要異端邪說 OK 所以我們現在聽起來覺得沒什麼 在那個時代他敢說出這樣的話 那真的是會被砍頭的 不是被砍頭 會被燒死的 在那個時候 OK 可是他還是大膽地說了 好 來 那這本書讓他一泡而紅 那托斯卡尼大公也為了感謝他 把那斯科小西西命名為麥迪奇之星 所以就給他一個錢多四少離家境的工作 所以他就瘋瘋光光回到佛羅倫斯 然後隔年1611年 他剛回來回來什麼時候 1610年的年底他回來 然後11年的3月 格雷歐去羅馬 他把他早一點去 不過身體不太好 所以他就到3月 春天來的時候他才去 那他去羅馬就是要展示他的望遠鏡 那格雷歐做了非常多的望遠鏡 送給那個時候的各個名流 各個那個統治者 因為他講的話一定要透過望遠鏡才看得到 那他厲害的地方就在於 他看到了從來沒有人看到過的東西 用望遠鏡 他到了羅馬 羅馬最有名的就是耶穌會的那些科學家 那些科學家也早就得到他的望遠鏡了 所以也早就做了很多觀測 所以這些科學家 他們早就也跟著格雷歐 也看到了金星的陰晴人群 也看到了木星旁邊的小星星 他們都看到了 那這時候他進見了教宗 還有未來的教宗 那在4月14號 他們在一個羅馬的一個山頂上面 這個主人 主人這個崔熙王子 都請了這些教室 這些有名的科學家 在一個葡萄園辦了一個晚宴 然後他們就在那邊展示他的望遠鏡 這個時候望遠鏡被叫做望遠鏡 在那個之前他們是叫做Sky Spy Spy是間諜 就叫間諜鏡 然後在那個晚宴上面把命名為望遠鏡 就是可以看得很遠的東西 那個晚宴的賓客裡面 有一位叫做湯若旺 沒有沒有湯若旺沒去 他太年輕了 有一位叫鄧玉涵 鄧玉涵後來跟湯若旺一起來中國 他還寫了好幾本書 湯若旺的老師 是那個時候教會裡面最大的大咖 他是號稱為那個時代的歐基里德 因為他寫了幾何原本的解說版 Galileo在當年他很年輕的時候 他就是因為看到數學 然後喜歡上數學 所以他就棄一然後就學數學學科學 他就是看了這個 湯若旺的老師寫的那本書 所以他在他年輕的時候 在比賽的時候就去拜訪過 湯若旺的那個老師 好 那 這一本書 害他被審判 來 這時候去羅馬是風風光光的 來 下一次去羅馬是1633年69歲了 這是 這一次是去被審判的 OK 好 我們看他被審判的 他69歲快70歲的時候 到了羅馬 因為他寫了本書 然後後來就有人就開始批評他 開始惡意重傷他 之後那個教宗就越來越不信任他 就說他的異端寫說 後來就要審判他 他被審判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叫做密納瓦神殿的遺址 在密納瓦神殿的遺址上面 蓋著一個教堂叫聖羅教堂 這是在羅馬 那這個教堂 他是在萬神殿的後面 萬神殿我等一下會講到 然後這個教堂前面有一個放尖碑 這放尖碑是貝尼寗設計的 如果你看那個天使以佛鬼 就看到很多很多貝尼寗的作品 那這個是貝尼寗設計的 那我們先來看 密納瓦 密納瓦是什麼東西呢? 他是一個美麗的女神 他叫雅典娜 他的羅馬名字叫密納瓦 他的希臘名字叫雅典娜 我去看了這個展覽 我去義大利之前特別做功課 去看了這個展覽 那這裡面有很多的希臘的神仙 羅馬的神仙 有的用義大利名 有的用羅馬名 有的是用希臘名 名字不太一樣 我才搞清楚原來他就是他 這個展覽的封面 就是他的廣告 就是這個就是雅典娜 這個是戰神Mars 就是火星 那這兩個是同婦異母的兄妹 然後這兩個大戰 為什麼大戰呢? 在特洛伊的時候 兩個人支持的不一樣 OK 那這邊後面還有一個女神 這個叫維納絲 維納絲的小孩在這裡 朱比特 那維納絲是他的救情人 所以兩個大戰的時候 維納絲要跑來 帶著朱比特來了 OK 那密納瓦其實就是雅典娜 那雅典娜就是雅典那個城市 就是以他為秘密 那羅馬的話 羅馬的人自稱是 馬爾斯之子 因為馬爾斯的那個小孩 據說創造的羅馬 OK 所以他羅馬人自稱是馬爾斯之子 那他們的爸爸 剛剛不是同父異母嗎? 他爸爸叫宗絲 那他宗絲就是朱比特 不是丘比特 是朱比特 朱比特跟丘比特不一樣 OK 終於搞清楚了 好 所以我那天上次 有一次演講講到這裡 一個小朋友就很高興跟我說 你看 朱比特就是宗絲 同兩個人 OK 好 來 這個是那個萬神殿 剛剛講的那個教堂 是在萬神殿的旁邊 那這個萬神殿 他時間非常的早 他在西元前27年就已經蓋了 可是後來又被火燒了 在西元125年的時候又重建 OK 所以還是很古老 那這萬神殿最特別的就是 這一個圓筒 這個後面的這個圓筒 圓形的 然後有一個洞 那這個洞是空的 如果下雨的話 雨就從裡面 就從上面就下來 OK 但是聽說裡面不會淹水 它有設計的很好 可是我們去的時候是好天氣 所以沒有看到下雨的樣子 那太陽光照進來 這邊就會有亮亮的 所以不同時間的話 這個亮點什麼都會不同一樣 就會不同 所以我覺得那可以當時鐘 像是鬼一樣 對不對 那剛剛講那個佛羅倫斯的那個大教堂 那個屋頂不是很漂亮嗎 當時他就是仿造萬神殿去設計的 OK 所以這個是這種圓頂的祖先 就是這一個萬神殿 那萬神殿這裡面 它裡面長這樣反正非常大的 就是圓筒形的圓圓的一圈 好 那這個太陽光照進來 還會打到地上非常漂亮 這是萬神殿的外面 這一根不是被淵淋的那一根 是萬神殿外面的另外一根房間扉 那這是它的裡面 非常的漂亮 欸怎麼又回來了 好 那萬神殿裡面有 裡面是什麼東西 裡面有很多墳墓 我看都是很多的那個名人的墳墓 教宗的樣子 反正我忘記是誰了 看過太多墳墓了 好 那裡面有一個很有名的人 叫拉斐爾 拉斐爾 你們知道他是誰 文藝復興有三大 三節 哪三節 達文西 米開朗基羅 拉斐爾 就是他 拉斐爾在萬神殿 他是最厲害的 因為很多教宗都非常的喜歡他 OK 那拉斐爾他的作品 今天把他帶來了 來這一個 你有沒有知道這是什麼作品 拉斐爾的作品 這叫做雅典學院 那幾個很有名的人都在上面 這是拉斐爾的作品 你要去梵蒂岡國務館才看得到 好 那拉斐爾的墓在這裡 不是 他的墓在這個的下面 這是他的墳墓在這下面 然後上面有一個很漂亮的雕像 這邊有寫拉斐爾 拉斐爾 好 來 再回到 再從這邊再回到這個教堂 審判的教堂 這個前面的廣場 在那個時候 其實有很多的異端邪說 都在這個地方被審判 蓋爾爾不是唯一的 ok 然後他就在這個教堂被審判 好 那他很可憐 那時候已經快70歲了 還會過在地上 跟那個主教說 我錯了 我不應該散播那些謠言 然後 講了一大堆 那這段文字 我在文章裡面有寫 好 然後被審判之後 他就被軟禁 ok 你70歲了 好 那這個地方呢 是蓋爾爾 晚年呆的地方 是70歲之後 晚年呆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呢 是在佛倫斯的山上 叫 阿切特里 那這個房子呢 那個以前的屋主 把它叫珍珠屋 好 那其實我去義大利之前 我的同事就跟我說 因為他那個時候 在義大利混了9個月 他在佛倫斯待了9個月 他就跟我說 那個Galileo的什麼在哪邊 可是他講的不清不楚的 我都搞不太清楚 他只跟我說冰淇淋很好吃 一定要吃 然後這裡他講的沒有很清楚 所以我搞不太清楚 所以我那時候也沒有去 去到這個地方 可是我已經到附近了 他是沒有去到那裡 回來為什麼有照片呢 Google Google這樣走走走 回來就用Google走 Google不是有那邊實景圖嗎 實景圖裡面卡下來的 好像去過 沒有真的到那邊 這叫Galileo Villa 1633年 Galileo被審判之後 就被派軟禁 OK 剛開始不是軟禁在剛剛那裡 剛開始先軟禁在希恩娜 這個軟禁他的那個總主教 就覺得說Galileo很可憐 這主教都很同情他 所以他就想辦法讓他 稀奇愉快一點 就叫他寫書 所以他就開始寫書 就寫他的對話 兩種新科學的對話 就寫了對話有六天 就寫了大概好像三天還是四天 那後來他們才想盡辦法把他 讓他回到佛倫斯去 那回到佛倫斯 佛倫斯的剛剛講說那條河 好,這是佛倫斯的地圖 這條河就是阿諾河 就剛剛無告比薩的那條河 這是阿諾河 那佛倫斯的主要的建築 主要的古蹟都在這個地方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大教堂 什麼的都在這個地方 那河的對岸都是山坡地 OK,都是山坡地 那佛倫斯管閻住的地方 就在這個山坡地上面 來,就這個地圖 那我們剛好運氣很好 我們住的地方在這裡 所以每天都看著對面的這座山 所以佛倫斯就在對面 當時不是非常清楚 但我知道他就在這對面 那這邊有個米開朗基羅廣場 我已經都到了這個地方了 可是沒有走到這裡去 然後這邊的河旁邊 有一個叫蓋蓮爾普霧館 等一下我們會去 那這邊就是一個山坡地 好,先到米開朗基羅廣場 你看到是誰? 誰? 你不認得 年輕人都認得他是誰? 小木 小木 因為我上次在圖書館講的時候 那個小朋友都不認得他耶 我說那個鼻子會變長的那一個 我們到意大利的時候 就覺得很奇怪 到處都看到小木偶 然後我那時候就問了一個問題 小木偶是意大利人嗎? 然後我就馬上傳簡訊 回去回到台灣 我就跟我老公查查查看那個小木偶 到底是不是那一國人 好,他就查回來 Google就傳簡訊回來了 那個回來了,馬上告訴我說 寫小木偶的那個人是意大利人 好,那這個人呢 名字我忘記了 他當時出版小木偶這本書 因為太風行翻譯成全世界各個 不知道是幾個國家的語言 OK,當時最暢銷的三本書 在意大利有三本書 第一本就是木偶奇遇記 第二本,《彈丁的神曲》 OK,好,第三本,《聖經》 你都知道小木偶那本書多有名了 因為全世界各國都知道有這本書 所以不管是哪一國人來 都認得他 所以到處都是小木偶 那這一線是我看到蠻大線的 就在那個米卡塔基羅廣場上面 那這邊還有一位帥哥 我一去柏仁的時候找這個帥哥 叫大衛 我特別把他帶來了 因為經費有限 所以買的是山寨版 這個我已經看到最帥的一個了 那更漂亮的我買不起 而且太大帶不回來 那佛倫斯有三仙大衛 一個是在市政廳的廣場 我們一開始就去那裡 每天就去看他 然後第二個就在這裡 那這兩個都是仿冒品 不是真品 真品在他們的一張學院美術館 我是看了這兩個之後 第三個去那個學院美術館 去看那個真的大衛 因為那個真的大衛不能拍照 所以就坐在那邊看 就發現真的是很美 真的是很帥 所以就買了一本這個回來 這裡面有他的各種局部的那個放大肚 他又不能拍照 坐在那邊看 看了真的看了他15分鐘 真的很漂亮 他覺得那個站在板真的不怎麼樣 後來就覺得我這個大衛不怎麼帥 那從過了河之後要先經過一個城門 爬一個山坡 啪啪啪啪啪 再終於跑到這裡來 然後再從這邊 我就在那邊買了一根冰淇淋吃 很得意的在那邊吃 然後就請人家幫我拍照 比較純正 然後他就說 欸你不拍那邊嗎 我就到這邊再拍一張 下面就是佛羅倫斯 好 那 那先回到Galileo 來Galileo他後來就是那個主教想辦法讓他回到他的故鄉 那他這個地方就是跟他女兒住的地方很接近 他女兒是修女 在那一個時代生了女兒 然後讓他去當修女是對女兒非常好的結局 OK 然後他女兒是修女 這邊 這邊有本書叫Galileo的女兒 那這個他兩個女兒 大女兒跟小女兒 小女兒也是修女 他比較不有名 大女兒比較有名 大女兒文底也很好 他跟他爸爸通了很多很多的戲 那這一本書是把他女兒寫的那些戲 把他串起來 然後就串了Galileo的一生 好 那Galileo晚年就在那個女兒附近 那他被軟禁 他不能接見各種宗教 各種科學的人士 不可以 他只能去看女兒的修道院看女兒 不能跟外界聯絡 如果生病的話 也不能下來佛倫斯 要經過申請才可以下來 所以那真的是軟禁 而且可能每天或每個禮拜 都還要念那個懺悔文 會有那個牧師還是什麼教室 會去他那邊 每個禮拜都還要在懺悔 他是這樣被灌到老死的 ok 非常的不自由 好 可是他的很多朋友都很希望幫忙他 那他女兒在隔年的三月底 女兒過世了 所以Galileo的心情就非常非常非常地不好 身體也不好 那他的那個 他的好朋友後來就想盡辦法 讓他恢復心情 所以只要繼續寫書 所以那本書就把他寫完了 好 寫完之後就要發表對不對 那時候當然是在義大利發表 所以他的朋友們就想盡辦法 找荷蘭的出版商來發表 所以那個時候荷蘭是比較自由的 ok 那當這本書印出來 拿到Galileo手上的時候 Galileo已經失明了 所以他晚年的時候眼睛已經看不到 好 那 他晚年的時候眼睛看不到了 那他的好朋友也幫他找了一個年輕人 那時候是16歲的叫維維安妮 來照顧這個Galileo 幫他讀信 幫他處理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東西 那這個維維安妮最後都一直照顧Galileo 照顧他Galileo過世 是1638年Galileo哪一年過世 來看 上面有寫Galileo哪一年過世 這邊就有寫了 42年Galileo過世的時候是1月8號 ok 他過世的時候維維安妮在旁邊 托里切莉也在旁邊 學物理人應該知道托里切莉 水銀壓力計 他的兒子叫溫晴佐也在旁邊 好那Galileo過世的時候1642年 記得聖誕節的時候有一個人誕生了 你們知道是誰 1642年的聖誕節 有一個名人誕生了 隨便猜就會猜對 隨便猜對一定猜對 他不能猜 猜一下 不是耶穌啦 耶穌是 超泰國的 不是耶穌 好 再猜一下 牛頓 牛頓 達到了就是他 所以呢 有人說Galileo的靈魂看到哪裡去了 看到牛頓的身上去了 1月過世人家牛頓12月都出來了對不對 而且牛頓還早產嘛 他不早產的話還接不到 好 來 這叫聖十字教堂 Galileo過世之後 他的遺體是安葬在聖十字教堂 但是不是死掉之後就安葬在聖十字教堂 是死掉的95年之後才到聖十字教堂 為什麼要隔這麼久 他還是異端寫說 他還是戴罪之聲 所以95年之後才把他安葬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教堂裡面呆了很多佛羅倫斯的名人 我剛剛講的那個淡丁也在裡面 米開朗基羅也在裡面 最近我又遇到淡丁了 那個11月12號什麼日子 11月12號 剛剛問一次淹水的那一天 來 誰生日 國父誕辰 可是那天的Google竟然不是國父 那Google出來是誰 有沒有人知道 Google的那個首頁 突然竟然是羅丹的那個 陳詩者 那我每次看到那個陳詩者就想說 他是羅丹 不是 他不是羅丹 那是羅丹的作品 對不對 然後我那天就問了一個問題 陳詩者到底是誰 他到底在想什麼 OK 有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他在想什麼 羅丹當時他做那個陳詩者 他就是根據淡丁的作品 有個叫《地獄門》 他是做一個地獄門 地獄門門的門口有一個人 在那邊陳詩 就是那一線 所以是淡丁 跟淡丁有關係 他就寫說可能是淡丁在思考 進去地獄之後要做什麼事情 OK 來 淡丁在弘倫之非常有名 我那時候已經幾乎走到他的徒居去了 不過因為跟他不熟 所以沒進去 好 你看朗基羅 那這是道詩意猶的證據 我在這個地方牌找 這很重要 人很重要 第一個是你道詩意猶 第二個是比利池 因為才知道他有多大 OK 要不然這種照片 網路上我都可以找得到 這種照片就找得到 對不對 好 好 那這個 Gairiel過世之後 那個費尼來大公 就是他們托斯卡尼的大公 本來想把他好好的安葬 可是教宗說不可以 教宗把他阻止了 所以只能安葬在小教堂外面 中卡下的小屋 那這個維埃尼那時候十九歲 他為了要保護他的老師 偷偷摸摸的把他的遺體給他移走了 移到哪裡去 沒有人知道 這個維埃尼八十一歲的時候過世 那他在1674年的時候 那時候Gairiel的風聲比較沒那麼緊了 他就在這個Gairiel的墳墓這邊 就做了Gairiel的塑像 然後知道說那是誰的墳墓 那他死了之後 是由他的後人在1737年舉行儀式 把Gairiel安葬在聖子之教堂的 所以還是蠻曲折的 那據說當時他們去把這個墳墓挖出來 要遺葬對不對 就發現了那個墳墓裡面除了Gairiel之外 他有一句不曉得是誰的 女性的、年輕的遺體 有沒有知道是誰? 女兒 他女兒過世的時候才33歲 OK 這是Gairiel 這是威安你覺得是對Gairiel最好的禮物吧 把他女兒跟他爸爸安葬在一起 這就是Gairiel的那個墓 非常的漂亮 這個是米開朗基羅的 這裡有三仙女神 這邊只有兩仙 OK 為什麼少一仙呢? 因為教宗說只能有兩仙 教宗很壞 那個米開朗基羅那三仙是繪畫、雕刻跟建築 那Gairiel這兩仙是天文跟幾何 還有一個叫哲學 教宗說的貝塞 OK 那就有人說其實還是有三仙 那另外一仙在哪裡? 陪伴在他旁邊的 他女兒 OK 所以他女兒真的跟他仗在一起 教宗終於還是認錯了 認錯的教宗當然不是那個時候的那一個 是後來的這一個 聖落浪保護二世 年紀跟我一樣有點大的人應該都知道這個教宗 就是我們年輕的時候當教宗的那個教宗 他不是幾年前才過世有沒有 他過世的時候那個梵蒂剛剛不是辦了很多活動 不是活動 他過世 然後葬禮 OK 然後選教宗 OK 那些過程就跟這本書上寫的一模一樣 這本書是在教宗過世之前寫的 OK 但是我那時候看到 哇 我真的非常的訝異 丹布朗為什麼什麼都知道 結果我後來才知道不是丹布朗厲害 而是每年的教宗 每次教宗過世都是這樣 OK 不過真的寫的一模 真的是感覺一模一樣 好 那在1982年 這個教宗他就召開一個Galiel委員會 然後要幫Galiel重新調查 然後幫他平反 最後他們宣稱 他們跟全世界宣布說 他們錯了 Galiel終於平反了 大概360年的月律終於平反了 他也像全球的科學家沒認錯 說我們宗教不應該這樣對待Galiel 那代表華人的科學家叫做 這是李正道的樣子 好像是李正道 應該不會記錯 李正道 來他就是到那個梵蒂岡去接受教宗的道歉 OK 你可以去查一下李正道的寫過一篇文章 好 那既然到了羅馬 我們就順便去羅馬逛一下 來 不是梵蒂岡 梵蒂岡 梵蒂岡不是羅馬 知道嗎 羅馬這麼大 梵蒂岡在裡面一小圈 梵蒂岡是一個國家 他不是羅馬 可是你可以這樣走過去 梵蒂岡走出來 羅馬 OK 所以我們在羅馬的時候買那個 羅馬PES 做工作不用錢 做捷運不用錢 到梵蒂岡 那個PES不能用 OK 因為不同國家 那梵蒂岡裡面最漂亮的教堂 叫做聖彼得大教堂 我剛說那個屋頂是 米開朗基羅設計的 那這裡都非常漂亮 這裡很多一百多尊 一百多尊 每一尊都長不一樣 是貝梨設計的 非常非常的漂亮 如果你去看天水與魔鬼的話 都在這邊演的 搭場景演的 然後不給他演 所以他們都搭場景演的 好 那這裡面有個非常特別的 就是這個柱子 這每一排有四根柱子 柱子有多大 來 可以看柱子有多大 每一排有四根 OK 四根 可是你如果站在這個地方 你看他腳 這是他朱新奇的腳 對不對 就這裡站在這裡 有沒有 你如果站在這個地方 往那邊一看過去 就看到每一排只有一根而已 他都對得非常的整齊 OK 每一排都是一根一根 好整齊 我們當時看那個旅遊書上寫 我們也看不懂 但是當你站到那個位置上 你就動了 就是這樣 非常的漂亮 所以每個人都到這邊 來這裡每一尊都是貝里里的作品 非常漂亮 142尊 好 到Garrel的博物館了 這個博物館有什麼稀奇呢 非常的稀奇 因為我們剛開始沒找到他 我當時知道這個博物館 是在Google地圖上不小心看到的 我就說要去 但是還沒搞清楚他在哪裡 然後我們當天已經到了 旁邊這裡 這裡就是佛倫斯最有名的博物館 叫做烏菲茲美術館 我們都已經到了這裡的門口了 還不曉得他在這裡 我們就走走走走 就走到這個地方來 在這邊玩 好 就是看到這個地方 就在那邊玩 就看到 Garrel在這裡 然後這個 誰 牛頓 每個人都覺得他是牛頓 對不對 可是怎麼可能是牛頓 牛頓又不是佛倫斯人 這裡面每一根柱子都是各個不同的名人 不可能是牛頓 因為牛頓是英國人 對不對 所以我回去就查了 他叫做米吉林 輪胎 他叫米吉林 你看他穿著 他手上拿的東西如果是蘋果的話 你看這就是牛頓吧 對不對 你看他的生辰八字 就是牛頓是1642年 這個是 這個大白學 這個 1679年 所以他比牛頓還要年輕 所以Garrel一定很誤準 為什麼是他不是牛頓呢 他一定想希望他是牛頓 好 你看我那篇文章的那個封面 我當時 文章投出去之後 我們的編輯就幫我弄成這一張圖 我一看就知道這張圖是哪裡來的 你們知道哪裡來的嗎 欸 座是那一仙 對不對 然後你看到旁邊有一隻手伸過來 有沒有 就是這個好像是牛頓的人的手 OK 你看我們那編輯多厲害 那這一個博物館就在這個烏菲斯美術館的旁邊 叫Garrel博物館 他本來叫做科學史博物館 後來兩年前改成Garrel博物館 那這個博物館的鎮館之堡 就是Garrel的 好 我們看了一張這個照片 為了教學起見 我們就做了要這個動作 然後學生都說 老師你不用講 我們都知道 這一根手 這一個 這一個 你這個像雞蛋一樣的一個玻璃球 裡面裝的就是Garrel的這一根手指 右手的手指 OK 另外這一個木頭的這一個木頭 他的這兩根 這兩根跟他有一顆牙齒 為什麼他的遺體會淪落到這裡來 在當時 他不是遺體從那一邊不知名的墳墓移葬到聖十字教堂嗎 崇拜者偷偷的把他的遺體切了一部分下來 那個時候是代表他對他的崇拜 OK 好 可是之後就下落不明 好 那後來在1927年的時候 的宗旨被收回去 就放在這個博物館 所以是他們的鎮館之堡 然後另外兩根手指頭 還有其他的還不曉得在哪裡 那有個脊椎是在他的塔斯亞大學 我去義大利之前其實我看過這個新聞 但是我那時候還搞不太清楚 我就看過這條新聞 好 那那個新聞就是 就是這一個 這裡面裝的就是他的宗旨 那那個新聞是說 義大利的收藏家 他在2009年 一個拍賣會上 看到一個17世紀的木箱 木箱上面有Galiel的半生的照片 然後他們就去聯繫聯繫 發現原來這個木箱裡面放的東西 就是Galiel的這兩根跟他的一個牙齒 所以這個博物館就改名為Galiel 這個博物館 那這個博物館裡面有很多很多東西 我買了 讓他的那個明信片回來 OK 來 這明信片的缺點就是這樣 這到底有多大你也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有人當比例子 OK 有沒有看到他的手指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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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張圖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他的那個望遠鏡 最早望遠鏡的下面的那個裝飾 那都在這個博物館裡面 所以對於我們這種學物理的人來講 一進去就很high high到不行 好 那這是望遠鏡 我現在看到照片都是有人的 因為沒人的 我們放上去也不曉得有多大 而且出去玩都還要有人幫你拍照 所以那時候我們三個人已經都走散了 後來走一走一走看到大哥 大哥快來幫我拍照 就拍了好幾張 你就知道望遠鏡有多大 有多大 看到 好 那這個就是那兩根望遠鏡 還有這一個 書上看到的東西就在這個地方 來 這本書上面有兩個月亮的圖 知道哪一本了吧 放大 心際性識那本書 這一本書就是那個對話那本書的封面 打開之後是封面 OK OK 好 那這一個也是非常大 從這個球進去之後就是都是gai-n-e的東西 它這麼大 所以要有人才知道多大 你看這個 這個 這個多大 然後這一個也是我很久以前在書上有看到過 它寫說義大利的一間科學博物館裡面 有有有有什麼東西 原來就是這一家 我看到這種好興奮 這一個鞋面它設計的 它是18世紀設計的 那個鞋面球滾下來 然後它旁邊有一個蛋白 然後滾下來之後 它照那個比例 它會等時間的話 那個距離是一層比例 搭搭搭這樣下來 然後那個搭板就搭搭搭 所以要把搭板跟鞋面 把它整合在一起的一個示範的一個實驗 這不是鞋面有做的 是它的兩個實驗把它弄在一起 那這些都是非常大的產品 好 最後一個單元 義大利的天空 很 有聽過類似的詩嗎? 有喔 來 這個是3月12號我們在羅馬的拍到的天空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在拍什麼? 這裡 這就是我剛那台手機拍的啦 你看不到我們要先幫你註明一下 一個是金金一個是木星 OK 然後這就是聖彼得大教堂的那個圓頂 我們在哪裡呢? 我們在西班牙廣場 我們就坐在這個地方 然後往前拍過去 就是看到這個 看到天上 OK 那西班牙廣場 這個階梯的前面就是一堆房子 這堆房子裡面會讓女人在裡面迷路 進去就住不來了 知道為什麼嗎? 名牌 那個剛那本書 那個張國立的本書就說 喔!這裡坐了很多男人 很多男人特別多 為什麼? 因為女人都 女生都在裡面去了 進去就住不來了 混迷 不知道怎麼回事就住不來了 好 那這個廣場呢 就是這個羅馬假期的公主 她半夜不是跑出來嗎? 隔天她在這邊吃冰淇淋的那個地方 然後呢 這邊是義大利的帥哥 朱鑫騎在上面嗎? 我沒有放你那一張 義大利的警察 那時候你去義大利會不會很危險啊? 我覺得不會 那個警察都好帥啊 然後其實還可以跟他拍照 我們朱小姐就跟他那邊拍了一張很帥的照片 那這個是幾天前 3月8號是12號 我們在佛倫斯 我們三個人都看到這個月亮 非常的漂亮 漂亮到我們之後受不了 就一直努力的拍拍拍拍 這張應該是興起拍的 我們就說 拍起來這麼沒有眼睛看得漂亮 就說不夠大 好 再近一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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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拍拍拍這一張來 OK 非常的漂亮 好 那 很伽利雷爾為什麼 我看到月亮跟你不一樣 看到月亮就想到很多伽利雷爾的事情 對不對? 想到伽利雷爾當年看月亮 當年畫月亮 好 看到這兩顆星星也是一樣 都是跟伽利雷爾有關係的 來 這是那篇文章 中秋節的時候貼的 來 這是我學妹 我剛剛不是秀了一個月亮有沒有 她拍的 她用她的望遠鏡 那個天文的相機拍出來的 然後有一天 不是 有一天 那一天 等一下再講到 我後來就跟她講 拍這一張 我跟她講這一張 我就寄給她 她就說她在3月26號 她在台北拍的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個? 曝光 不是曝光 她是每18秒拍一張拍一張 然後把她拼起來 變成這樣 所以這個上弦月 她就越來越下面 所以這是越來越下面的金星 這第一天是第二天的 所以這兩顆星的相對位置 跟月亮相對位置 在不同時間是不一樣的 OK 3月26號、27號也不一樣 OK 看到這裡有沒有想到什麼? 有沒有人看過微笑月亮? 看過的舉手? 你看 拜網路之士 現在終於大家都看到了 2008年12月1號 那天我也看到了 你2號就還可以看到 3號就看不到了 好 那兩顆 亮的是金星 比較亮的是金星 這顆是母星 這一天 有看天空或不是看網路 真的喔 看天空才算 看網路的不算 好 我們看一下網友們的作品 這是網友們的作品 2008年的那一天 OK 這是網路上來的 你看多美 OK 他有人把他畫成這樣 你看 這是聯合報拍的 這張都比較醜 OK 然後這樣子 微笑月亮 你只要網路打微笑月亮 就可以找到了 OK 好 那這個就是我那個學妹拍的 OK 他用他的相機拍出來的 我們看一下他做了什麼事情 先介紹一下我們的木星在哪裡 這是太陽 太陽 然後水星、金星、地球、火星 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 木星在這個地方 它是最大的一顆 那這邊是天文網網鏡拍出來的 木星旁邊有四顆小星星 這個是畫組畫出來的 這四顆 那木星的衛星有很多顆 這四顆佔了它衛星的總值量 大概是99%多 所以這四顆最大 好 那有一天 就是11月2號 我學妹吃完飯 她就看到月亮從東方升起 然後木星就在旁邊閃著 然後她就去給它拍下來 然後她就回去嚇到了 她不曉得她相機有這麼厲害 然後我去嚇到了 有看到嗎 然後我把它放大 來 這樣子 她之前拍月亮 她不知道她可以看木星 她不知道 她也不知道那本記性史的書 真的說大家也不知道 然後她就回去用了這個軟體去模擬 然後發現那個軟體告訴她 就是木位三、木位二、木位四 跟她拍的一模一樣 她好高興啊 她就開始當集了 Galileo 每天晚上不睡覺 好 11月2號 好 那這個就是剛剛那個軟體 那個軟體也是不用錢的 它可以模擬 幾年、幾月、幾號在什麼地方的天空 那時候我學妹搞不清楚 她以為Galileo就在比賽 她都找不到比賽 所以她就找到比賽附近的地方叫做羅馬 所以她寫都是羅馬的天空 其實那時候Galileo是在威尼茨附近 好 那這個書上 書上就記錄 Galileo1月7號的時候 也是要用望遠鏡一看 哇 木星旁邊有三顆小星星 她就一顆、兩顆、三顆 OK 然後第二天繼續看 然後第三天繼續看 看到1月11號的時候 她就做了一個推論 說木星旁邊有四顆小衛星 她從來沒看過四顆 每次都是三顆 只是或東或西 然後而且她還說 這四顆是繞著木星族 她才看幾天她就下結論 可是為了驗證她的結論 她繼續看 看到3月2號 好 這是書上的下面 11月8號這三顆跑到這裡來 11月10號這兩顆 只看到兩顆在這裡 然後11月11號看到兩顆 還有一顆沒花到 來 她就下了那個結論 說總共有四顆 通通什麼可以知道有四顆 她不是只是看幾顆而已 她看哪一顆有多量 然後去推測 所以她推測出來應該有四顆 你想想看她還要不要睡覺 她當然不要睡覺 她隔天那裡要繼續看 對不對 要驗證她的理論 對不對 她這時候已經推測出有四顆 而且她們是繞到木星族 我們看到 這是11月11號 來 來11月12號多雲 好像是我記得是多雲 不是不是不是 還沒有 11月12號還是看到三顆 11月13號 四顆一起出現 驗證了她的想法 你看她high不high 她當然很high對不對 隔天還要不要睡覺 當然不要睡覺 可是隔天14號天氣多雲 看不到 她是不是很不準 所以15號繼續看 16號繼續看 一直看 看下去 只能看到3月2號 這是我那個不睡覺的學妹 她也是看到之後 她還不曉得那本書 她只聽說有這麼一回事 她又去找資料 然後用那個軟體去模擬 然後她就把Gaileo 1月8號看到的星空把它找出來 Gaileo 1月9號看到的星空把它找出來 這物理老師真的是瘋了 對不對 然後1月10號的星空找出來 而且還跟那個資料去對 還蠻像的 然後1月11號她怎麼找都找不到 因為跟這個資料相互符合 結果後來我幫她找到了 我根據這本書 她這個資料根本就不對 根據這本書上 就是《星際性子》這本書上的紀錄 這個資料是不對的 難怪她找不到 這個跟這個是比較像的 這一顆跟她很近 看不到 所以只有兩顆而已 然後12號 你知道她這兩顆黏在一起 Gaileo一定看不到是兩顆而已 你看到是只有一顆而已 來13號 你看 你看這個人 你看 這個是0點13分 1點是12分 跟Gaileo一樣 一天看好幾次 然後位置稍微有點變動 然後再來天氣多雲 Gaileo沒看到對不對 很玉卒的那一天她幫她看到了 OK 在這裡 然後15號 來 然後她把這些把它合成影片 OK 每個小時還是要把它合成影片 然後把它弄起來 會發現什麼事情 你看看那些小星星會怎麼樣 對 可是Gaileo看不到影片對不對 她當時就推測 那些星星是造成木星準的 我們來看影片 有這個軟體真好 我看不到 哪一個我看不到 姿態小 看不到 確定是哪一邊 來 放大 播放 那個軟體 來 開始看 她先定位 把木星先定住 不要動 叫木星不要動 其實她是會動的 看到那些小星星們 看到那些小星星們 每天不停地繞對不對 好 每天的位置都不一樣 然後我學妹寄影片給我之後 我就跟她說 欸你知道有一本書叫星際性史 OK 她馬上去圖書館寄 馬上就開始讀 哇 發現怎麼寫力略寫的 都跟她發現的一樣 好 剛剛有人在問說 欸 剛剛不是有星際的東西跑過去嗎 有沒有 有沒有 那是什麼 我剛剛講 木星她把她定住 叫她不要動 所以旁邊那個會動 不會動的就動了 這樣聽懂嗎 旁邊那些是固定不動的星星 在後面對不對 木星是會跑的 每天晚上她的位置是不一樣的 叫木星不要動 所以旁邊那個星星就跑了 OK 木星叫行星 行星就是會跑的星星 演完沒 來 把它關掉吧 應該差不多演完了 看不到 好 這樣就可以了 我學妹不只有影片 還有照片 她就把11月2號、5號、7號 7號的兩個不同時間 來 把它弄起來 來 然後她這邊又很high 11月9號 她就看到這兩顆星星 看到沒 這兩顆 木薇一跟木薇二 欸 她怎麼知道是一還是二 那個軟體會告訴她 那個軟體會告訴她 誰是一誰是二 一是最內圈的 二是第二圈 三是第三圈 四是第四圈 誰最大 猜猜看 猜猜看誰最大 第三顆最大 木薇三最大 OK 木薇三有多大 比水星大一點 水星欸 水星是我們太陽系行星之一 對不對 對不對 比水星大一點 木薇三這麼大顆 來 這個最小顆的這一個 木薇二是最小顆 比月亮小一點 OK 所以這兩顆都比月亮大 來 那這個聽說有水什麼之類的 我們就不理他了 那木薇目前我們看到的總共有67顆 卫星 其中這四顆最大 這四顆大概占了99% 不知道多少 其他顆都太小了 不夠看 而且1610年 都是這四顆 1892年第五顆才被發現 所以你就知道第五顆有多小了 那這個是天王王眼鏡拍到的 來 太陽系順便講一下 太陽系不是水星、地星、地球、火星、木星 對不對 太陽如果這麼大的話 它的行星們就是這麼小 放大一下 把它放大 來 最大那顆是木星對不對 木星這麼大 然後隔壁是土星 這是天王星、海王星 OK 那這四顆小朋友是誰 地球 地球 然後金星 OK 剛剛講水星 有沒有 剛剛那個木星的那個木卫山 是比水星大一點點 有這麼大力 OK 好 你就知道我們地球有多麼的渺小 OK 來 這個是我們擺出來的一些書 好 每本都講過了沒 改用女兒 這本書是圖片 很好看 這本書是改用那個臨終前寫的那本書 這個也當作那個珍藏品 然後這個是我在一兩個禮拜前 女兒介紹給我的一個書櫃 有沒有人知道這個書櫃 叫做AMOBII 你只要聽這個字就有了 然後就可以把你喜歡的書把它放上去 為了這個演講都不敢放新的書 所以都是Galiel有關的書 然後你可以在每個書上給他加幾顆星 可以加評語 然後你的朋友如果他沒有這個書櫃 還可以互相交流 可以看到別人對這個書的評語之類的 好 阿蘇粉非常多 這些書都在裡面都現成都有的 好 你可以知道多少人讀過這個書 好 問題與討論 就是要結束了 那我們主辦待會兒幫我們準備了幾個獎品 好 所以要送獎品 獎品是 他不是送這本 這本叫《偵探前一略》 《咖哩戀》 松茂靖老師不一定要唸《咖哩戀》 我每次唸錯都會被罵 被有女文罵 這本就是我剛剛講的那本 《咖哩爾》的名著 然後另外一本叫做 《站在巨人的肩上》 OK 你們要怎麼說 對 Speaker 決定 好 從最大門開始 好 所以現在是這個Q&A時間 那有一個小小提醒 就是各位要發問的時候 可不可以等我們把麥克風遞到您手上 這樣子之後再開始講 讓全場的朋友都可以聽見您的問題 有嗎 那若全可以幫忙遞一下麥克風 謝謝 那請教一下 就是有沒有人想要先換問題的 我們至少有賽 好 這位稍等一下 邱教授 您好 我在網路上常常看到 有一些說法是說 那個月亮 有人說是人造是空心的 那我想請問在那個物理學家的眼中 這件事情是 是怎麼樣的真相 然後還有聽說 美國分別派出很多的科學家 好多批的科學家去 然後有發現了一些 他掩蓋的事實 不讓世人知道的事實 那請教老師就老師所知道的給我們一些說明 謝謝 你剛才講的第二件事情 我昨天還前天剛好HBO在演那個變形極鋼傘 剛好有在演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 我要稍去看才知道 那你說月亮是不是空心的 我也不知道 那剛剛不是有那個飛行機去撞他嗎 就撞了一堆灰塵出來 裡面是不是空心的 不知道 OK 那這些東西是真的是假的 要等科學家們 等他們告訴你答案吧 你不要聽那個什麼保潔時間 或是什麼的那些專家們 關鍵時刻他們講的話 很多話你要選擇自己要相信還是不相信 如果你講那件事情 我也不知道答案 哪位朋友還有問題 盡量發問 不要客氣了 還是你要等全部晚上在 沒關係 還是 有人發問就說 來 還是 老師這邊好 有人請說 好那你放在 我只是有點大噴 就是說當時為什麼 家立院那種新的東西 但教宗他們該換班 為什麼沒有把他殺害 其實為什麼他可以 博樂他們同情之類的這種 可是他是有什麼特殊的特殖嗎 第一個 第一個教宗以前是他的好朋友 只是後來 後來就轉向了嘛 當執教群不是有時候會反對一些 就是跟他們的那個聖經 就是差別很大的東西 那他們壓力應該很大 他們應該還是會想到出事 因為他從來就沒有反對過聖經 他是非常虔誠的教徒 所以他寫的東西 他都沒有很直接的說 聖經講的不對或什麼之類的 而且在那個時候 他們都是盡量 盡量都是科學歸科學 宗教歸宗教 所以其實家立雄其實是非常的小心 那其實是因為受到一些 小人的重傷之類的 而且那些古主教啊什麼之類 有很多都是他的好朋友 所以他沒有被活活的燒死 所以有時候當你要伸張一些 你認為的真理的時候 你採取的方式 其實有時候還蠻重要的 那你說到底 你的對教宗的態度的質疑 其實你應該多看更多相關的資料 也許你可以找到答案 來這輪給你珍藏 看他裡面有沒有罵教宗 這輪是他晚年的時候寫的 跟科學有關的 好 你們哪一位朋友 來這邊 教授你好 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看到很多那個 希臘或埃及他們的 神殿或神廟 他前面都有一個方間盃 問他放那個方間盃 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要擺面建築物 還有他那個大小的話嘛 有沒有關係 為什麼有的是比較大 有的比較小 而且他有的有方向性 是不是跟日月星辰有關 謝謝 這個問題要問藍登博士 那個羅馬有很多的方間盃 都是從埃及搶來的 所以羅馬城裡面很多方 一根非常多 到處都有 都是從埃及運過來的 所以連問題要問埃及 為什麼要做那麼多方間盃 我猜啦 他可能就是想通到天上去吧 我前幾天才看到一根方間盃 讓我嚇到 因為我本來不知道 在布尼諾斯埃米斯 阿根廷 阿根廷好像他們在抗議 什麼什麼什麼事情 然後那一根方間盃 估計都是人 我看到那一根的時候 看到那個照片的時候 我突然想到 這不是華盛頓嗎 因為華盛頓有一根 非常非常高的方間盃 有沒有 沒想到布尼諾斯 愛麗絲那邊也有一根 所以這個是西方 他們的一些傳統 你如果想對方間盃認識的話 請看丹布朗的下一本書 叫做哪一本 講那個議員鈔票上面的那一本 國家保障 不是不是不是國家保障 是丹布朗的那本叫什麼 叫SIMBO 對 The SIMBO 忘記中文叫什麼 什麼符號 反正丹布朗的書就對了 那本非常好看 你的問題可以得到一些解答 那真的我覺得真的很有意思 值得去看索 那我的羅馬之後發現方間盃好多 大處都有非常多 那剛剛我們剛介紹那個貝里尼 貝里尼設計那一根有沒有 那一根也是埃及搶來的 下面他設計的一個大象拖著那個方間盃 好不曉得還沒有朋友有個問題 沒有講餅就沒有到我 對 我分享一下 大家應該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們剛剛邱老師分享的 是非常新的一些 一些成果 就是包括那個邱老師學妹拍的那些東西 讓我們注意日期 其實就是幾天前 11月 101年的11月初上旬到中旬 對他就是最近發生的事情 我們常常在想 就是我們自己也會笑自己 就是物理學家或科學家 就是這很偏執 或者是很怪有沒有 因為他們太專注在一件事情上 然後就是有時候就變得跟常人不太一樣 可是不曉得各位有沒有一個感覺 就是科學的發展 它會讓你對你看這個 就你看這個世界的角度就有改變的 所以下一趟各位再去看月亮 或者是你抬頭看到木星的時候 你的視野會不一樣 你的觀感會不一樣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科學的研究 拓展人類視野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影響 所以希望各位下一次在看科學家的時候 不要覺得我們這麼奇怪 雖然有時候真的還蠻怪的 但是我們除了理解就是 舉個例子星星很漂亮以外 原來星星的能量的來源 是這麼的有效率 舉個例子 你只是多認識了這個世界一點 這件事情不是壞事 它其實無損於你去欣賞 不管是月亮或者是星星的美 但是你多知道一些 看世界的角度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請如果沒有記錄問題 我們請蕭老師再跟我們說幾句話 做個結論 這幾天到年底晚上九點多以後 天氣好的時候去看木星 很亮東方的天空 非常的亮很漂亮 那至於那個月亮 因為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都在這邊講一下 月亮什麼時候是上旋月 什麼時候是下旋月 我問這個問題很多人都說 這樣勾是上旋月 這樣勾是下旋月 不對 不管它怎麼勾 形狀沒關係 要看時程 OK 我們看今天是哪一天 如果今天是農曆的 大概五六七八 農曆 五六七八九 這時候你看到月亮一定是上旋月 OK 而且是勾勾的 如果是農曆大概二十幾號 就是下旋月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你晚上七點八點九點 七點八點左右 看到一彎明月 像剛剛那個文笑月亮有沒有 那時候一定是上旋月 OK 如果你三星半夜不睡覺 三點四點三星半夜不睡覺 然後你看哇月亮好美 那一定是下旋月 也就是說上旋月是在 五夜以前 就是上半夜 上半夜出現的就是上旋月 下半夜出現的就是下旋月 OK 這是最好判斷的 所以我兒子小學的時候 有一次老師出了一個功課 就是晚上回去看月亮 連續觀察一個禮拜 結果我們第一天晚上去看 沒有 第二天晚上去看 還是沒有 怎麼可能天氣這麼好 怎麼可能看不到月亮 就一看像農曆二十幾號 怎麼可能看月亮 難道叫五十三星半夜不睡覺嗎 馬上去跟他們自然的老師講 自然老師還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說你出這個作業 必要在農曆大概五號、六號、七號 左右照學生去觀看才看得到 就是上旋月跟下旋月不一樣的地方 OK 好 那我們今天就在這邊結束 好 謝謝大家 好 各位入文FTP問題 但是非常歡迎 就是我們演講結束以後 可以來跟邱老師討論 然後很難得的是 大家應該有看到邱老師 今天帶一整個皮箱的 不管是明信片 或者他買的大衛 比賽協助紀念品 書是我們借的 書是我們借的 所以對書有興趣的話 直接跟中央大學圖書館借的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都是 我們自己中央大學圖書館的標示 還有地圖、書本、海報等等 歡迎大家去看一看 因為這個機會很難得 就是很多都是意大利親自帶回來的 然後有進步的問題 也可以問我們邱老師 那我們最後的話 就是看到中心這邊 有一個簡單的感謝狀 原則上如果邱老師 收集這個感謝狀 可以像7-11換個什麼 哆啦A夢、風扇什麼 大概一半已經換了幾袋了 你就知道邱老師 非常支持我們的科普活動 在這邊 可以給我們邱老師 給熱烈的掌聲 謝謝